快樂的快樂的風在池點在車 主持店後麗金轉戰歌手 最近情跑通告 為新專輯做宣傳 以新人歌手身分 闖蕩演藝圈的麗金 也讓外界好奇 會不會向陶晶瑩主持的節目做宣傳 麗金笑了 聽說又在安排 我們今天是非常樂意的 那金姐也說 她其實本身也是陶智的歌迷 陶智跟麗金 兩人曾因為主持同類型的歌唱節目 又曾五度PK金鐘獎 兩人可說是厚不見厚 這位麗金會不會為了新專輯宣傳上陶智節目 陶智表示很歡迎 雖然沒有聽過麗金新歌 不過聽說她跟葉愛玲合唱過 自己十分期待 睽違了15年 也將舉辦演唱會的陶智 門票瞬間秒殺 重回歌手身份 一樣獲得粉絲其愛 看來兩大主持天后 這回不主持 當歌手一樣發力十足 會不會因此破冰 也讓外界期待 記者順便經過心庭 台北藏武刀 我會不會有任何位置信用 然後我會不會有任何位置信用